张明星的这个事件 十天后在今天台南地检署起诉王定宇了 认定王定宇伤害聚众胁迫又是首谋 所以将他求处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而另外那时候在那个黑车子 在张明星的坐车上面跳跳跳的那个党工林靖勋 则是触犯了妨害自由求处八个月的徒刑 这个月21号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星被推倒 事发十天以后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 以聚众伤害的罪名起诉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并求刑一年两个月 因为被告王定宇利用广播电台公然教唆民众 前往张明星参观的地方聚集 并带头以肢体推击 用动手推倒张明星的方式而施强暴胁迫 那张明星因而倒地受伤 那另外林靖勋等六人也下手对张明星实施强暴胁迫 妨碍张明星搭车离去的这样的一个自由 被告王定宇身为民意代表 不只为民众的表率 竟公然聚众为上海的一个犯行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形象 推顾事发当天 王定宇和支持的群众到口庙 张明星被推倒 王定宇再三的强调 张明星是被地上的数字给绊倒的 不过检方到场勘查 并调阅了所有当天电视新闻 所有画面认定地上平坦 王定宇的说辞不足以彩性 夹官的起诉的一个事实里面 是认为被告王定宇有出手来推倒 这个国民说 这个检查官速度很快 在沾丹水扁的 都没看检查官 在起诉还是在诱谈 现在这样 没多久而已 就是要起诉 检方依刑法的聚众 以及伤害罪起诉了王定宇 迟迟者听到这个消息 都逐渐地聚集到服务处 情绪非常愤慨 至于当天跳上张明星坐车叫嚣的林敬勋 以及其他五名的共伴 也都依胁迫和妨害自由罪 求处六到八个月的有期徒刑 就在王定宇恐吓案疑点重重 被外界质疑 自导自演的同时 本人正苦思对策 现在又被起诉 想必是他当初所始料未及的 中天新闻 翁重文 陈胜益 SNG小组 派人报道